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把这个声音捏出来 捏出来 这个要是要通过一个新的支法 要练习 要把目的是要把空弦的声音放出来 不能上下直上直下 空弦的声音出不来 这也就是练抓起的一个很好的曲目 抓起非常多 全部都是三弦九 基本上都是练起三弦跟他的六弦的抓起 第一弦哈 全部都是一个指法 那么只是呢 在挥位上有变化 那么九挥一个 八挥一个 七挥一个 啊 叫两抓一搓啊 我们搓的说吧 执法说过哈 就是一个散 一个摁 两个同度音 两个一起响 叫搓啊 所以呢 他的弹法叫两抓一搓 啊 再往上走 啊 全部都是用一个指法 就是抓起的指法和错的指法啊 啊 只是挥位在变化啊 只是挥位在变化啊 啊 这样 呃 来表现他的一个 呃 喝酒的一个 第一群酒的一个状态啊 呃 也非常好记啊 那古琴呢 呃 他的好记的时候呢 也非常的有规律啊 那么你就记得 呃 他的指法啊 就可以了啊 叫两抓一搓 又两抓一搓啊 嗯 古琴的下 下 呃 这个 以七挥为准啊 呃 都基本上是整挥位 那过了七挥呢 由于他的琴弦短了哈 基本都是半挥位 那也不是刚好是一半啊 啊 那么在我们古琴书里面写的呢 是 这个地方大概是 六弦跟 六挥跟七挥是六四的位置啊 是六四的位置啊 那这边呢 是五六的位置啊 是五六的位置啊 那么这个 这种死的这种 这种灰位点呢 呃 我们不是按死点来记的哈 是用耳朵去听的啊 是用耳朵去听的哈 呃 那么你要是 呃 看我们的古琴谱呢 上面呢 记得是非常的精确的啊 古人记录的 记录的非常的精确啊 是这个 六四啊 和五六这个点啊 基本上 呃 过七挥是与半挥位处理哈 指法上就是两抓一撮 然后再 再下去哈 最后一个变了哈 变成明指的十挥啊 变成明指十挥哈 然后上一弦 英指在六挥哈 上一弦 我们的右手要打斋哈 打斋哈 然后 大指落下来到九挥呢 七弦 和六弦 两个挥的这弦 按住 直接 推过去哈 两个声音 在我们现代音乐里面呢 称为叫连音哈 称为叫连音哈 把这个两音连上哈 那我们在古琴里边呢 是一个新的指法哈 叫历 历史的历哈 那我们过去历史的历呢 是一个场子哈 呃 里边有两个合 一个指啊 那把两个合 和 这个一个指呢 去掉 就用一个场子来代表这个历字哈 那历字实际上是一个历字哈 呃 里面有两个合 一个指啊 那把两个合 和 这个一个指呢 去掉 就用一个厂字来代表这个历字哈 那历字 就是呃 呃 相邻的两根弦 连起来 两个相连的音 也就是我们现代音乐的连音啊 这样 一推过去哈 这个叫利七六啊 把那个场子里边写上一个七 写一个六啊 大指九挥 这样啊 叫大指九挥 利七六 一落下来 然后掐起 然后勾三弦 左手不动 一伞 一按 一错啊 啊 这也就是 呃 第一寻酒的内容哈 其实非常的简单哈 呃 第一寻酒呢 是官场的一种应酬啊 一种应酬 不能弹出酒意啊 因为才刚开始喝酒 那么第二寻酒呢 呃 就要叫微薰啊 叫微薰 呃 那微薰呢 喝酒的人就都知道哈 是有一点 呃 呃 那个醉酒的状态了哈 呃 不是 又不是很醉哈 叫微薰哈 那么我们要把两抓一撮呢 变成两上一撮哈 灰味都没有变 啊 这叫上哈 隔音以后 上一回 这叫上 对吧 对 啊 灰味都没有变啊 那只是 灰味 弦味都没有变哈 那只是把两抓一撮 变成两上一撮哈 那把这个喝酒的人的醉态呢 微薰的状态给他描绘出来哈 啊 回去跟一薰一样 啊 这是微薰二薰九哈 我们注意到呢 二薰九呢 实际上 呃 呃 灰味和弦味跟一薰没有什么区别啊 只是 呃 把两抓一撮 变成两上一撮 那到第三薰呢 是不是灰味的变化 而是弦味的变化啊 是 啊 也就是说 散西弦 这边是一呼 这边是一硬啊 一呼一硬 抓起啊 抓起来 还是 一散 一按一抓 这个执法没有变啊 那么往上走弦哈 五跟七是一对 四跟六是一对 三跟五是一对 这是弦味的变化啊 我们讲的这个叫在古琴上的叫做弦味上的变化 呃 灰味不变 弦味变了啊 弦味变了 用 古琴的灰味和弦味和执法的变化呢 来表现古琴的多样性啊 多样性 呃 这也就是三薰九的变化啊 啊 这个是呃 三薰啊 三薰的下边呢 还有一个就是已经喝到酒过三薰呢 呃 人会有一种醉态哈 下边是描写他的醉态的哈 那么上来呢 它是一个中指的灰外啊 啊 外字呢 就是外语 外国的外哈 一个西 一个萝卜的剥啊 那么在 古琴上呢 就把西去掉哈 一个萝卜的剥啊 代表灰外啊 那么我们古琴是十三个灰 十三个灰在外边还有一个隐藏的灰味啊 隐藏的灰味哈 叫灰外灰哈 灰外哈 那在灰外就写一个 中指 外写 灰外哈 弹响 上到十 接三 大指 九灰 按响以后 接五 然后 中三弦灰外 上到十一灰哈 这边调六 再错啊 这边再错哈 呃 执法看起来呢 呃 最初学了 初学者来讲呢 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复杂哈 实际上呢 我们如果有这个古琴图以后哈 就按照古琴图来弹哈 呃 弹上三遍 基本上就可以掌握哈 可以掌握哈 上这个概念名错 叫三 二弦 五硬 三弦上 六弦 错啊 执法上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呃 能读懂琴谱啊 有谱就可以照着弹哈 古琴谱呢呃 我们餐的版本呢 是叫神奇密谱版哈 也有近代的一些姚炳岩先生打谱成功的九狂啊 那在古琴曲集里面呢 都会有这个曲谱啊 都会有这个曲谱啊 然后把它捋下来哈 啊 啊 执法上并不难啊 那用它呢 来表现呢 呃 喝酒已经呃 喝醉的状态啊 喝醉喝醉的状态啊 啊 啊 再回来啊 这样呢就叫三巡酒 三巡酒基本上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用这三巡酒呢 来描述呢 过去贵族宴饮的一种 喝酒的一种场面 是一个对喝酒场面的一个描写 那么接下来呢 再往下呢 它是用我们的左手呢 自然的呢 还是跟一巡酒一样 从下准移到上准 还是两抓一撮 那我们左手呢 要移到七灰以上 那七灰以上呢 实际上呢 我们的弹法呢 跟这个整个这张琴的弹法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是 只不过呢 是我们把这个琴呢 看作一个缩短了的小琴一样 弹法跟下准是一样的 这点是 下准是这样弹哈 它只说要一个高音区 一个音域的变化 执法弹法跟下准完全一样 有谱的是可以弹下来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这里边会出现一个新的执法 就是叫柜指 叫柜指 也就是我们左手的 明指 不是用这个肉去压弦 而是用我们的明指的关节去压弦 这个叫柜指 柜指呢 在古琴上呢 古书上写的叫文报报物 像一个豹子一样 抱着个东西 要把手自然身躯放松 不能太僵硬 太僵硬的手呢 就容易疼 非常的疼 因为我们的明指的关节上面呢 是没有任何的保护的 所以呢 柜指呢 上面呢 要求呢 手型呢 要自然放松 柜指呢 是我们谈上准 对于这个琴的这个长度缩小 在这个地方呢 用明指 压弦不灵活 不灵活 古人创造的一种 这个节俭的办法 节俭的办法 那么该用柜指的地方呢 一定要考虑到 它的这个琴的长度 那不能用明指 所以柜指呢 一定要多加练习 那柜呢 就是把这个手指 柜起来的意思 那么就是柜下的柜 一个足 一个翠 翠子一半 那么柜指呢 有两种写法 要不就写足字边 要不呢 就写旁边的那个V字 所以代表这个简字谱的柜 柜指 柜指是弹奏 五行上准的一个有效 非常有效的办法 不过要通过练习呢 这个慢慢掌握 慢慢掌握 用我们左手 明指的关节突起的地方 突起的地方 这样哈 弹法跟下准是一样的 弹法跟下准是一样的 这样呢 通过这个在 古琴的下准和上准 把这个喝酒的场面呢 用一个相对于比较固定的格式 把它表现出来 我们的古琴呢 叫三准 也就是从月山算起 一挥二挥三挥四挥 四个为一组 上面四个为上准 那下边四个为下准 中间的四个加一个最大的七挥 叫中准 也就是古琴呢 高音区和中音区和低音区 在这个下边的四个会位呢 称之为下准 中间呢是中准 再到上面的四挥呢 称为上准 那也就是说 古琴呢 他的弹奏呢 是有上准 中准下准之说 那上准呢 也就是他的古琴的高音区 高音区 那么由于这个琴弦呢 把手指按在琴弦上 使琴弦变短 琴弦短了以后呢 声音就变得尖利 尖利而这个高烫 所以这发出来的音呢就高 那么到中间呢 位置比较平缓 叫中音区 到下边呢 就比较沉闷 叫下准 下准弹奏呢 就比较沉闷一些 这样叫古琴的三准 那么由于这个手指到上面以后呢 琴弦会变短 所以明指的这个用肉去按弦的时候呢 非常的不方便 古人呢 才创造了会指的这种手法 这个要经过长期的一个训练 自然就能掌握 那么柜指呢 你跪对地方呢 它是不会疼的 是不会疼的 但是一定要保持手型 如果你手型不放松 去僵硬的去弹的话呢 很容易弹疼 很容易弹疼 所以这个 这也是一个新涉及到 新涉及到的执法 叫柜指 叫柜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